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都800亿均量的一个上下 没有失控的一个现象 这盘当然还是一个众多的大行情 今天有一则消息面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经济多头一个讯号出来了 一般人不知道垃圾债券重返牛市代表什么含义 蔡老师今天特别跟你讲解一下 整一个垃圾债券为什么叫做垃圾 因为它不值钱 所以发行者通常会用比较高的职力运营 吸引投资人来买这种债券 所以这种利率相当高 之前这种垃圾债券大概多7% 8%以上 但是今年度的美国垃圾债券 它的利率已经当到6%之下了 你就知道现在的一个经济架构 这种垃圾平等的一个债券 也越来越得到市场上资金的认同度 它已经重返牛市了 所以这是一个经济多头的一个讯号 所以对于这两天一个大盘回档修正 你也不用担心 蔡老师给你一个主身段大行情 这个看法没有改变 出身段700点而已嘛 接下来主身段是出身段的1.618倍 甚至是两倍 700点乘以1.618倍 也有没有1000点 700点乘以两倍 也有没有1400点 所以对这两天的一个大盘指数的下压力道 我一点担心都没有 你要的是寻找个股得到支撑 那个绝佳买点要懂的进场 今天测试要告诉你TPK 13天的一个转折真的来了 来了我就会下去做买进的动作 从高档区524到今天为止456 一张股票差了70块钱 我的等待有价值 今天我们下去做成绩的动作 棒棒 明后天你会得到一个验证的结果 就像今天一个大力光 股价表现相当不错 涨了9块钱 来到734 你这两礼拜买在730以下的 到今天为止 你贪心了解 蔡老师的分析相当具有可看性 我们的持股的动态追踪 我希望你能同步来掌握 不要光说不练 光看不做 看这一步我就贪到钱 没有错 但是那个盘中进出场点的定夺点 那才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时刻 所以这档大力光 我们来看一下 12月17号 萨老师给你一个转折买点 告诉你这边是铁板区 所以为什么告诉你730以下都可以买 12月17号来到731 我们735以下开始买回 这买回的动作创造出快要100块钱的利润 这边买 这边有没有提醒你要做减码 844 所以超过100块钱 获利了结 目标价到了缺口的价 对吧 股价卖掉之后 回挡的速度大概120块钱 从844跌回到723 相当快速的回挡 我为什么又敢把它接回来 730以下买回的动作 我们其实在当天就秉实已告 之前735以下买 会赚了100多块钱 这次730以下买会不会赚 当天的讯息你也看过了 730以下买回大力光 大概买在727 这买回之后 我说过上礼拜如果来到75几 你没有做调节 到这里买723 你短套4块钱 那铁板在这边 你认为这边要杀低 还是要站在买方 回挡修正整理的8天 即将转折向上 也是这里拜大力光回挡 来到75的同时 我告诉你的方向 这方向有没有上 这方向有没有讲对 你来跟我操作 真的是激进零风险了 所以不要怕回挡 铁板铁板在底下 越接近铁板 越站在买方 所以礼拜二 是不是红K棒 昨天不是告诉过你吗 你来跟我操作风险是有限 每次的低档区的记录点 你所看到是一个利润的一个掌握 大力光 哪一回你对我买 哪一回有了就钱 每次也是都贪钱 这次也不例外 买在727短套一下会怎么样 昨天红K棒725 风险还是有限 但是你跟我合作一定获利无限 今天已经来到734了 买在727你这边没有做价差 到今天你一样赚钱 你赶快都是探紧嘛 所以为什么你跟我操作 风险是有限的 获利是无限的 我会懂得控制你的 持股的风险 什么样位置做承接 比较恰当 我们该给你的风险的掌握度 你有没有看得很清楚 735以下的铁板 我有没有讲解得很清楚 如何做一个转折的高低点 价差波段式的操作 我有没有跟你说得很明白 你看我节目很过瘾 我只是不希望说 在这么近年度大多头行情 的一个架构当中 任何蔡老师所介绍的 价值型投资概念股票 你错失了那种 大赚钱的一个机会 所以只要持股的风险 能控制得很棒 你来跟我合作不是只有一天 当然是长长久久 只要延续这样的合作模式 你的获利是无限大的 因为你每次跟我操作 风险都是一滴滴 但是利润看法 也有没有掌握住大波段 上次的一个大力光 600附近到899 这样293 735到844 这样有没有超过100 这次同样都是探钱的 不然这次是新欧的 所以在今年度的行情 离封关不到一个月 我要带你充斥 做最后的充斥 你总是要有一个好的收尾吧 今年度的一个农年大行情 要怎么收尾 蔡老师帮你打正 最后的一个冲刺 真的有赚不完的利润 那郁金光这一档 一样是光学镜头的干预股票 礼拜一 告诉你它要再补量 就会继续的大涨 很可惜礼拜二 没有补量 没有补量 所以价格呢 昨天不容易涨嘛 所以昨天小幅度的一个作收 所以还是要有量 量价结构是每天跟你分析的 必备的操盘因素 量人筹码形态跟转折位置 你要同步来掌握 所以今年郁金光 量有没有出来 答案是有的 今年郁金光的量人 确实是有出来的嘛 你看得很清楚嘛 整个量价结构 今天再度的表现 攻击的一个态势 所以今年郁金光 来到197 我已经讲过了 200以下郁金光 其实可以买的 所以只是说 今天一个量 补的不是很漂亮 它还要继续的放量呢 如果它量能 持续的一个增加 这档郁金光 当然还有上涨的空间 好不好 那宏大电 昨天已经告诉过你了 这两天早卖点吧 所以呢 上来要卖 股票的操作 低档会买 高点要会出 越接近300 越要懂得正在卖方 这一个分析的重点 在11月8号去年度 就已经跟你说过了 300块钱的宏大电 具有实质的反压 因为去年度的EPS 只有20块钱 今年度呢 会不会比去年度更好 目前来看是没有 所以你看到 蔡老师的一个看法 在11月7号 宏大电 我们在194那天 买完之后 就已经跟你预告300 300有没有来 300真的有来 1月2号303 二次量价背离要卖 1月3号还是提醒你 短线最后的卖点 304 要懂得站在卖方 股票 大波段的操作 很有看头 但是不要只会买 不会卖 高点需提醒你卖之后 回档下来修正 整理8天会反弹 在上礼拜我讲解的很清楚 8天上来反弹 要找卖点 这是一个短波的操作 所以礼拜 涨了14块钱 果然反弹 短波上来 我已经讲过了 这两天 要懂得寻找一个卖点 今天的宏大电 早盘冲高292 要懂得解码 希望我们这些 事前预告的一个动作 在盘中实际给你一个行动 你多能全程的一个掌握 不是等到看节目才知道 这档股票该何去何从 你已经晚了一大步了 看完再做动作 那是明天的事情了 你如果都要当后知后觉 我相信你操作股票 是非常的具有挑战性 你做了不安心嘛 你做了会惊惊惊 比如说才好是今天TPK买的 你现在看到了 相信了对 明天早晚去买 明天如果它开高呢 你敢追吗 这样一来一往之间 那个利润的一个差异性 相当可观 所以对于 每一档股票 那种高低点的转折 你要清楚它的一个动向 今天联邦哥 寒中急杀 杀到301 那杀下来 你会害怕吗 你一定会担心吗 今天报纸上告诉你 他跟陈欣合并 有可能会破局 这是一个未定之数 但是你从蔡老师的一个量价形态的一个看法 这场联邦哥有没有帮助到你实质的一个操作 你自己看好 1月10号告诉你 缺口压力到了 亚会卖 那时候317 你如果不卖的情况之下 这里一拜二 我们告诉你 昨天 我说他上涨空间是有限 顶多在这个缺口附近挣扎 但是下跌呢 下跌的空间 如果是无限的宽广 你觉得我们提供给你的卖点 重不重要 不要每次都不卖 317你不卖 今天剩301 差了十几块钱 昨天的提醒 不是在今天一个大盘 还可以的情况之下 联邦哥的一个跌势 再度印证蔡老师的看法吗 所以对于 整个股票的一个操作 如果是弱势形态的股票 短期之间 没有上涨空间 你就不要把这档股票 抱在身上 抱着太久的时间 那是一个负担 你应该把负担转嫁给蔡老师 蔡老师来帮你扛 蔡老师来帮你操盘 对 感谢新竹的陈先生 因为他知道我压力很大 那有高血压 那去新竹的会场 送了我一些 抗血脂 抗高血压压 谢谢观众朋友 给关心 那做分析师是有压力的 不要认为说 分析师在上面 好像讲得很轻松 实际上是个半个钟头 一个操盘时间 相当的紧冲 蔡老师 有没有尽心尽力 负最大全责 在照顾全国的会员 其实你看我每天的节目内容 你就知道了 所以联邦阿哥 你现在还有的 不晓得如何做减码的 赶快来找我 好不好 那TPA的股价 今天走势 出现一个13天绝佳买点 昨天给你预告 今天13天 我会进场 我就会做买进的动作 所以今天杀到456 13天转折 今天是绝佳买点 今天在平盘以下 很好买 很好买啊 今天没有涨哦 蔡老师的分析 反市场操作 我今天做了买回的动作 这支股票 我每次做 也是每次都贪 你看一下 我这次会不会继续对下去 之前 这两波段的操作经历 你还记不记得 356 杀下来 我会带你买 10月30号 356以下先买一笔 你这 跌了三四天 我买进 买完之后 有没有涨上去 从356 涨到439 往上减码 这样83块钱 就这一段 对 来到439之后 它有没有回档 跌破400 当它跌破400 来到396 我热观看待 TPD的后市 它有没有涨了 129块钱 让你逢高做调节 我会有没有清楚告诉你 来到12月6号的525 三跳空 捷径缺口 买 要懂得减码 这个盘中减码动作 自己同步来带到 你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买卖点的一个掌握 是你自胜的关键 所以为什么这样 行投资八大要素 有转折的位置 这高低点的一个 波段价差的 实务的操作 这不是纸上谈兵 这都是我们当天 秉持一告给你的买卖点 所以这张股票525 卖掉之后 上来536 我也提醒过你 虽然有过关 但是它会拉回 拉回再找支撑 所以27号提醒你 当天是一个卖点 隔天还是提醒你 28号524块钱的TPK 想买的烧弯物照 它会下来 它真的有下来 对 很快 有没有打下来 上礼拜我告诉你 整理完之后还会再下 买点还没浮现 昨天礼拜二 有没有来到468 波段低点 整理了13天 今天是第13天的转折 准备进场 你准备好了没 我昨天就已经准备好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TPK 460以下很好买 杀下来 我就会告诉会员 逢低做承接 今天平板以下 任何一个家委你下去买 我认为都会赚钱 尾盘收459 所以在460以下 你很好买 随便你买 真的 闭着眼睛买 这闭着眼睛买的意思是 昨天赛老师已经预告你 我今天会进场 13天的转折买点浮现 我就会大举的把它接回来 因为至少高点 不管是525 还是536拉回 那种过程 在高档区 你有做解码动作的 今天 剩456 你敢不敢把它接回来 亲爱的观众 你看得很清楚吧 这边提醒你要等 524 536到456 差几块 差到80块 我叫你等待是有价值的 我没有随意出手 直到今天 转折的买点浮现了 平板以下 勇敢承接 你高点有卖 今天那么漂亮的一个 承接买点浮现 大胆接回来 反市场操作有依据 不是随便讲一讲的 我希望每次 这种高价股的一个价差 利润的掌握度 你可以同步一起来共襄盛局 离封关不到一个月 蔡老师要帮你充斥 我要帮你赶进度 好不好 过年期间 不收你的费用 不算会期 你放心 只是说离封关前 这么样的一个 大行情的一个架构底下 每天都有赚钱的机会 一个月只要9988 我会让你9988下去 农年 12年的大行情 我们同步来掌握 这么棒的一个时机材 这种方式 这种配合方式 时机难得浮现 只有在封关前 你才看到 蔡老师尽量帮你充斥 感进度 感激效 有需要服务的地方 跟注意联系跟下谈 因为每天名额 是有限的 休息一下 再回来 这里是我最爱的地方 这里有我最美的记忆 这里有最疼我的亲人 出发 返向创业 青年创业启动金 带给您第一桶金 0800-06-1689 亲府会关心您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顾 共有一流的分析石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3393 3789 3393 3789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去记财 请用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鹅排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倒快 随密性呢 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鹅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吃大大蟹 就吃台湾金多蟹 正宗台湾味 北蟹飘香 香自蟹膏 预购专线 033818677 欢迎我们到 节目的现场 塑和这两天回档修正 我站在买方 好不好 不用担心啦 太阳的一个价格 塑和是每年度都赚钱的 稳定的公司 那如果其他的一个 太阳的一个上中下游 如果从今年度开始 油亏转盈 你觉得未来上涨空间 还有多大 很大 对不对 记得啦 有低档要买 要回家嘛 这档组合 今天啦 油价一定要就买 有回档就买啦 那目前来讲量价 目前是一个整理的一个现况 只要出量 它就会冲出去 每次的低档 逢低承接的买点 跟着来操作 你有赚不完的利润 12月10号 229 两天内会再上工 逢低承接 给你的不是只有一次机会 12月17号 230再来一次 再进场 再买 买完之后 也会涨到260 当他一根黑击棒打下来 我说有下来还是可以买 筹码很稳定 融资被洗光光 继续涨 有没有冲出去 又涨停板了 我会再加码 涨了54块钱的一个 硕盒来到284 你看我怎么加码的 1月7号 上礼81 平盘以下280附近再买 当时候的一个讯息 你也看过了 硕盒再买 到昨天为止 只要有黑K棒 只要有跌的过程 哪一次不是上车的机会 昨天急杀下来啊 我知道你会担心 你会害怕嘛 你会认为蔡老师可能看错了 看错如果是短波的一个看法 那就无伤大仰嘛 你要的是一个长线架构的掌握嘛 不要把一档长波段的股票 当作短线来操作 你会抓紧走笔 股票你轻轻买 你会买不回来 所以对于昨天的缩合 我已经讲过了 最爱的情况 就测试这根红鸡棒嘛 测试完之后就会再上 所以昨天告诉你 空手则赶快布局嘛 昨天礼拜二 大概286以下 通知会员 空手则可以买 今礼拜三 一样 通知会员 所有空手则 在285以下买进 早盘9点43分嘛 285再买 最低280了 尾盘说287 所以对于这种 具有价值性投资色彩的股票 如果它的一个长线 的一个目标价 都还没有来 而且还有一大段距离 你认为我这两天 告诉会员 再买的一个策略 会不会成功 你要不要跟这个成功的赢家 那种脚步 站在同一边 蔡老师 有没有迎合趋势 蔡老师 中美金也是一样的 一月三号月线刚翻梁柱涨 这是一个转折买跌 买完之后隔天再加码 说涨的 对 涨了24% 昨天我一样告诉你 这种股票只要有几跌我就买 包括昨天也一样 急杀下我告诉你 一样站在买方 下去买就对了 今天的中美金 股价 有没有跌 不跌了 大盘跌60点 他不跌了 今天你看到一则消息面 太阳人亏转盈 中美金拼头香 有时候你所看到太阳人个股当中 最先有机会 由亏转盈的公司 就是蔡老师介绍给会员的中美金 其他的是不是跟在后面 那我给你介绍的股票 是不是市场上 具有独占性 具有领先性的一个标股 所以这场中美金 昨天告诉你 还是可以买 还是可以加码 今天就不跌了 所以对于这种 太阳族群 由亏转盈的一个架构 它未来的上涨空间 当然还很大 因为 获利呈现 盈的一个数字 赚钱的数字 你还没看到吗 所以它还有一大段要发酵 在发酵的过程 有低点我就带你买 好不好 那今天的新刺激呢 高低点差很多啦 看清楚了好不好 高低点超过7%啦 那这张股票 如果你今天找盘 虽然没有卖最高啦 相对高点先卖 再把它买回来 会比较漂亮啦 其实我在礼拜已经给你做预告了 新刺激要怎么操作 想买的 有压为是你的机会 导播近一点 近一点对不对 所以呢今天一个新刺激 我把图形放大 对 自己把握机会吧 你想跟我低接 迎接这档LED 上游里经厂的新刺激 未来股价空间的报酬率的 希望今天的充字班 你可以争取那最后几个名额 好不好 因为今天盘中 已经有很多人陆陆续续来报名了 另外一档 难保是金棒 导播近一点 我昨天告诉你可以逢低接 今天股价我一样把它放大 黑鸡棒杀下来 股价下来要赶低接啦 这样的分析够不够策略 够不够明白啦 不要每次低档区你都不敢买 高档区涨了一大段 比如说新刺激 这两天你才去用追的 短线的套劳会堆心肝 但是中长线的一个操盘手把 那种价值型投资干你 锁给你报酬率 你真的要好好来掌握一下啦 这样群联嘛 礼拜200以下逢低接197 我昨天告诉你 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昨天虽然红鸡棒来到199 我说200以下还是可以买啦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200以下算我的嘛 我这样跟你讲过 昨天再买啊 今天 有没有大涨 今天群联 来到206.5了 200以下的买点 大家都探钱 他那个手机信用卡的一个 记忆卡 供需的一个试况 明天有时间 我再跟你做一个续续的分析动作 那今天最后还是要提醒你啦 在封关前要如何做最后的充斥 一个月只要9988 你想办法让自己9988 要找到一个名门正派的分析师 蔡老师的分析很实在 价值型投资概念 就是你操作最好的依靠 如果在封关前 赶尽度 蔡老师来帮你充斥 一个月只要9988 今天的名额 马上就要额满了 把握住最后的几个名额的一个扣打 跟注意联系 明天我就带你赚钱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并俊的传播 转在无意间 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 别让病菌无意间 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护最亲爱的家人 亚洲投资25年来 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长盛军 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资 亚洲投资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 023393-3789 3393-3789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资 亚洲投资 互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资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生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资 亚洲投资 珍惜所托 珍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3393-3789 3393-3789 亚洲投资 25年来 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长盛军 股票 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资 亚洲投资 珍惜所托 珍情照顾 咨询电话 023393-3789 3393-3789 华珍 节日起至1月27号 预定华珍春节办手礼 适合以上可想特价优惠 2月9号前提货有效 预购专件2975-3310 你有消费的疑难问题 或争议申诉吗 请拨打全国消费者 服务专线1950 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关心你 二代健保 102年1月1日 正式上路咯 二代健保改革重点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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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